HELLO 大家好,这是今天随便吃一点的成绩 今天我们要去打开一家朝上牛肉火锅自助店 海银海记的黄浦店 对,没听错,就是那个连锁的海银海记 而且只有他们黄浦店才有自助 那么这一家店的牛肉品质究竟怎么样 今天我先替你们去试一下 你好,我问一下 我要吃猪猪的话,多少钱呢? 120吧,就是全部都包含 你又吃了饮料? 饮料我还得单独付钱 然后什么的,茶味配什么的都包含在里面 可以稍微点 就不是自己拿的,就是要吃什么就自己点 就行是吧 我是吃完再给钱,还是吃完再给个喜事 就是它的锅底是没有限制的 你可以点那个清汤锅或是点其他的锅都可以 不用另外加钱 然后肉类的话 雪花,五花类,胸口油 这几个是稍微有限制的 而且直接给它点,就菜单里面是没有的 而且像雪花限制我一份 五花类限制我两份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像我平时去吃的话 经常是点到这两个东西 好久没有点苦瓜锅底了 并不是说其他店没有这个苦瓜锅底 只是说其他店的话要多花钱 它的这个肉从现场的卖相来说的话 其实并没有很好 但是至少是能区分得出来哪一个是哪一个的部位的 而且你点了几份 它就一次性给你装一个庞子就上来了 就按我点的这些就已经包含了十四份肉 还额外多加了两份牛肉丸 五花籽 有点酷 开子 上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胸口油 就胸口油是很怕吃到那种软啪啪的 那它这个的话是还存在那个脆感 这个是牛舌 摆旁起丑无比 丑归丑 但是我觉得口感在就好 它的这个吊龙肉其实 其实是算漂亮的 就真的是摆旁太差了 你没看过去 你没看过去 我呢 它的牛肉串是有牛肉串的味道的 就是你一吃完全不会怀疑 它这个是猪肉还是羊肉什么的 稍微是烙了一丢丢 这个是刚才那个熟的 熟的牛肉串 然后这个就是它刚才那个生的牛肉串 所以你看着是一样的 但是实际上是不一样 生王的牛味更好一些 但是熟王的那个口感脆度会更好一些 就对比广州很多菜市场里面那些朝上牛肉丸那些汤味的话 这个质量的话写比它们要好的 甚至包括那些什么朝上汤粉的很多店 我觉得都比它们好 第二轮叫的东西啊 摆盘依旧丑 但是经过第一轮之后 我觉得我对它们肉是放心的 牛百叶 金钱度 它的这几个东西都是已经熟的 只是说熟了之后把它冰冻 然后再给你上桌 这个 这个 可能是比较稍微常见的 但这个我确实是没见过 也有可能是平时是有的 但是我几乎就没点过 但是看着的肉就其实就是跟那些食饼啊 差不多 给他讹们一样 一切 不再CK 好 啊 这个 就是 这 是 他们家用的这个庞子 就是平时吃朝上牛肉用的庞子 所以你就很好的去预估你的量 就在它自助里面的话 你叫的每一份肉 差不多就是平时 吃那个朝上牛肉的半份 就我今天店的话 纯肉就是大概23份 就具体我也不知道多少 就反而大家肉眼所见 咱们有一说一啊 他们这一家的环境 我觉得是正常的 就是牛肉火锅店 该有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然后服务的话 我觉得稍微是差一点点 然后最重要的 肉质的出品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过光的 就我觉得它的水准 至少是达标 然后再拉出一点空格出来 它的肉质是属于正宗的朝上牛肉 你会吃肉会吃得比较舒服 然后肯定会有人说 128去菜市场买两斤牛肉 回家吃不香吗 反正我很明确的给你说 牛肉跟朝上牛肉是两种东西 不一样 价格也比你在菜市场买的那些黄牛肉 要汇个几十块钱 甚至有些部位要汇到一百块 什么样的人推荐这一家呢 就是你对128这个价格可以接受 而且没有到特别挑剔的 我觉得这一家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店已经到黄埔的大沙地附近 所以我觉得是体育西以东的人 是可以考虑这一家店 再远我觉得就稍微有点距离 就没什么必要了 好了886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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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